答案完畢,現在進行最後一個程序 請專家學者針對剛剛各位審查小組委員的詢問 提出綜合答覆 由於答覆時間預定為30分鐘 各位學者專家答覆時間 我們基本上以4分鐘為原則,請掌握時間 第一位請廖清福教授發言 廖教授現在不在齁 我們先請葉慶元律師發言 是主席在場的委員 然後還有各位媒體朋友們 還有立法院的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想我大概就針對我們自己學者專家 還有委員部分的垂巡的部分做一下簡單的回應 好,那其實 剛剛黃帝穎黃律師有提到說 總統是有,憲政機關有提名義務啦 好,那但是其實反過來 其實黃委員,黃律師可能也應該也了解 也說立法院其實是有拒絕審查的先例 好,所以如果 黃律師也有,剛剛像中委員也有強調說 如果要採繼任制的話 好,續任制的話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思考方向 那麼也許立法院呢,其實應該是不是思考說 針對這一次的提名案應該是要拒絕審查 好,才能夠避免說 總統在他第一任可以提名將近四分之三大法官 也就是15位大法官中11位的這個結果 好,因為這會完全弱化司法權對於立法權的監督機制 好,那另外其實剛剛也有委員提到 黃國昌委員有提到說 這個目前的這個審查機制呢 太過鬆散,不夠縝密 我想我贊成這樣的看法 好,那基本上 就正如同黃委員所說 在美國針對每一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都會進行縝密的解釋 而且也不是像我們這樣,一個尚無解決 那除了各個黨團推薦學者專家以外呢 其實美國針對大法官被提名人 他之前寫過的判決 他寫過的文章 他的公開發言 都會進行他法律哲學上 還有政黨黨派上的檢視 好,那我想我們目前這樣 把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放在一個審查程序 然後來表達意見 我覺得是太過鬆散了 好,那麼另外就是 呃...周春明委員提了非常多的問題 好,那不過坦白說 大部分都是制度性的問題 跟大法官被提名人沒有特別的關係 好,那...呃...我想針對 以我們今天來出席的這家立場 我們只能說啦,就是 呃...司法權的本質是告不理喔 那大法官針對申請事項以外的事情去做旁論 本來就沒有拘束力 而且甚至上有素外裁判的問題 好,那麼我覺得周委員如果 真的重視這個問題的話 可能在下一次針對這個憲法審判法 好,進行審查的時候呢 也許可以考慮進行修正 好,那周委員另外有提到一個問題 說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良刑標準 Sentencing guideline 好,那...我...然後有沒有違反 好,這是一個...呃...司法院可以嘗試的方向 不過坦白說我是不太清楚 跟大法官被提名人有什麼關聯啦 那麼這名中委員剛剛有提到說 呃...曾經擔任政黨仲裁委員會的人喔 我想...他剛剛是直接點名 蔡中貞、蔡大法官被提名人喔 蔡部長 呃...他認為說這個部分可能會有疑慮啊 我想其實我還是呼應一下 就是說 呃...我覺得立法... 呃...院...在...司法院組織法也好 或者未來在相關的提名辦法也好 其實可以直接考慮透過立法的方式喔 針對...被提名人的... 消極資格或許可以做更...嚴密的規範 如果我們期許大法官應該要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 好,不要有過...密的政黨色彩的話 也許擔任黨職 當然啦,這個出任政黨的仲裁委員會 是不是黨職可以再討論 好,曾經擔任過黨職是不適合出任大法官 我想是一個可以檢視的因素 或許把它列為一個消極因素 也沒有什麼不好 以上說是我的回應,謝謝 謝謝葉律師 接著請王教授 欸...那我也很快的齁 就剛才這個...我們的審查委員提出來的一些問題 然後...我想一下我的想法 呃...第一個我也是跟葉律師一樣齁 就是我覺得有一些是置入性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今天在審人是同一權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要去討論 關於這個...整個大法官的這個... 審查的制度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會變得很困難 那...其實應該是說... 最早我們發言的時候 我們其實針對的只有...到底... 那至於說你要...像... 呃...剛才... 黃國上委員講的我也記得... 讚同就是說... 假設我們... 真的... 因為貴院不是橡皮圖這樣嘛 假設我們真的要去做個審查的這個情形的話 那...的確我們有很多的情形要考慮 那我們剛才的意見也許只是... 講到說...大家都符合 也就是說...這些人進去也許... 司法院大法官可以運作 但是你要運作得多好 也就是...剛才... 黃偉一直強調的 就是...你希望我們的... 這個大法官的高度有多少... 運作了這個... 品質或者大眾接受的程度有多高這件事情 那這個...的確是我們在考量... 那個...為什麼選A不選B 就是大家都符合的情況底下 為什麼我選了A不選B這個問題 那...我不太確定這件事情 真的就是在... 所以算在代表真的可以講出說... 欸...我覺得為什麼對... 有這麼多人... 然後為什麼不是選一個高度更高的 那我不太確定這是我們在... 所選專家代表說應該要這個... 處理的啦 那如果我們真的要有一些比較... 高的標準 以我目前的司法院處置法的這個... 各款的這個事由 老實說... 就...也還是很抽象啊 那...你如果很在乎哪一些的情況 那這個司法院處置法也是貴院的這個權限 那...大家如果認為在... 歷屆的這個...審查過程當中 大家認為哪一些其實是重要的一些指標的因素 那大家認為應該要考量的 那是不是應該要... 這個納進去... 然後提供我們將來總統在提名人選上面 當他的審券小組告訴他有這麼多委員 那他的確可以考量哪一些... 是大家會比較重要的這個因素 就是大家要運作的比較好 那我覺得這是制度上可以考慮 但是就今天這個個案的這個情況 老實說我真覺得我們就... 也只能針對司法院處司法各款 那另外一個其實我覺得... 綜合...我覺得所有的委員審查委員 大家的...多數的意見啊 我自己會認為啊... 現在大法官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應該是說 到底大家要怎麼樣... 就是從過去的經驗大家也許看不太到 大法官怎麼樣跟社會溝通也好 然後或者是說... 要怎麼樣去這個回應這個... 社會上的這些現實需求等等 那我覺得跟我們過去大法官的整個運作 大概有很大的關係啊 那... 未來的司法院... 這個大法官的這個... 建法訴訟法到底會不會改變 就是我們... 司法院大法官的公開透明的程序 都要怎樣的程度 就是大家可以... 可以了解整個... 這個案子的爭論的這個討論的過程 那剛才... 這個尤文也提到了其中一個 就是只是講到說... 多元的意見怎麼樣進入 比如說鑑定書或法庭自由 但是... 我覺得是大法官要怎麼樣有辦法... 更讓人看出來他... 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 怎麼樣去進行這個公開透明 包含... 這個延遲辯論的這個進行的情況啊 那... 延遲辯論是不是像現在這樣 在一個小小的法庭裡面去進行 還是說... 你還可以進行怎樣的這個公開透明情況 那未來... 怎麼樣把... 過去討論的案子當中的一些資料 能夠公布 這件事情我也覺得很重要 那... 是不是我們現在都只有看到意見書啊 然後就覺得... 欸... 這就是... 當初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覺得... 這個... 是不是足夠 這個其實也還可以再考慮 就是... 齁... 那... 因為我們大法官現在很多的這些... 都... 他們都說這個是平易過程 可是有一些未必是平易過程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能夠知道這些資料 就是... 我覺得... 呃... 可能貴院也可以考慮就是... 怎麼樣去進行那個公開透明程序的... 這個... 制度上的建置 就這樣 謝謝... 除非有違法的市政或判決定驗 否則建議呢... 無需作為其審查內容 而真正應該想審的是... 這個... 大法官被提名人 與總統府 大法官提名小組 以及大院審查小組委員之間 有沒有應該利益迴避的事項 如果有利益衝突的現象 有利益... 利益迴避的這個事項的話 應自我揭露 以及呢... 也請大院審查... 審查委員... 小組委員呢... 予以相予... 相予揭露 第三點呢... 是... 大法官的職責呢... 在憲政精神的彰顯與守... 守護... 而非多數民意的理解 因此建議呢... 對大法官提名人的審查 以... 不宜對其... 不宜以其... 不宜以其... 多數民意的支持與否... 為其主要內容 以上是個人的... 補充意見 謝謝 謝謝廖教授 接著請... 江世民江教授 好... 謝謝主席 第一個... 回應... 黃國昌委員... 的指教 應該要談到學者好像說... 來這邊... 發言... 如果得罪... 哪位... 大法官... 然後會前途... 堪憂 這一點就個人而言... 基本上是... 不存在的... 顧慮啦... 不存在的顧慮啦... 我覺得這個... 太... 看清我們... 學者的... 至少我啦... 至少我... 沒有辦法... 那... 被發掘... 然後來這邊... 表示意見... 基本上沒有什麼... 這種所謂... 前途的顧慮啦... 這個... 事實上是嚴重的... 那... 超然... 客觀... 獨立... 才是我的一個堅持啦... 是會被提名人... 個人的... 只有一個想法嘛... 剛才我已經揭示我個人的一個檢驗原則... 關於人格... 人權的素養... 包括人格... 經驗... 知識... 等等的一個能量... 齁... 這部分基本上... 我已經逐一就各個... 這個... 被提名人... 我逐一就形式上審查... 但是... 我提醒... 一些實質上審查... 基本上... 當然是... 資料不夠的嘛... 齁... 那... 資料不夠... 當然我是認為說... 當然... 貴院... 也可以再斟酌... 是不是再開一次公廳外... 還如何... 把它程序嚴謹嘛... 齁... 因為你終究這個是一個... 很高級... 高尚... 的一個... 國家很重要的一個... 職位嘛... 齁... 跟人權又有關係... 那如果再開一次公廳會... 讓它慎重一點... 啊... 事實上通過... 我也認為... 事實上是... 可預期的嘛... 那... 但是... 把程序做... 做好... 做圓滿... 基本上是... 執政黨的一個義務啦... 齁... 那... 你說... 就各個... 候選人當中... 我們沒有知道他們的... 一些基本的... 個人的問題的... 當然... 我知道啊... 很多資訊都有... 但是... 基本上... 孔子說的嘛... 大德不於險... 小德出入可言... 所以我剛才才會強調一個倫理... 有沒有餘餡... 有沒有餘餡... 那個紅線嘛... 如果餘餡有紅線... 我一定會跳出來阻止... 說這個人去擔任嘛... 那至於一些... 個人的一個... 基於學者... 或基於其他的... 他出去... 做哪些的... 意見表達... 個人是... 原則上... 是基本上... 是予以尊重的... 那跟... 跟... 黃委員... 黃委員是我以前... 在高大很好的同事... 那我是非常尊重他的... 那言之有誤... 但是對於剛才... 對學者的這樣子的... 一個... 一個說法... 個人是... 不能接受的啦... 那... 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剛才部分提出的議題啦... 我個人覺得... 這個相關提問的立法委員... 大家都很認真... 有談到重點嘛... 對於將來... 憲法書院的未來... 基本上... 我們必須要提醒這一道法官... 也必須詢問他們... 將來如何避免... 成為超級第四審... 因為在德國就會變成... 演變成... 大家在... 怕說變成超級第四審... 因為... 德國他們在1977年左右... 就是憲法書院在... 那... 那當事人他就說... 你... 法官為什麼沒有... 舉證責任轉換... 連這個他都提到憲法書院啦... 認為違反平等原則... 違反社會國原則... 這個到最後... 試票對試票認為沒有違憲... 但是... 基本上... 反對說... 變成後來... 主導德國的民宿法發展... 所以將來對程序法部分... 將來就透過憲法書院在監控... 在維護人權... 將來這些大法官都是... 必須要有這個基本的素養... 存在才可以... 將來資訊科技對於個人的人權... 將會影響很大... 這些大法官也都必須要有這些... 至於到不同意見書跟協同意見書... 個人認為這基本上... 在美國任何一個... 最高法案的判決... 不管是連律師懲戒或法官懲戒... 都是很多不同意見書跟協同意見書... 所以我覺得這種部分基本上... 是不用過濾的啦... 那個人的... 意見表示到這裡... 謝謝... 謝謝... 江教授... 接著請... 黃帝穎... 黃律師... 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那... 就四點做回應... 第一個是先呼應... 剛剛由美女委員特別提到的... 這個司法積極主義... 跟抗多數困境的問題... 確實在... 台灣... 面對這樣的... 現行的這個... 視線制度裡面... 在捍衛進步基本權... 這一個部分... 確實要有這樣的一個思考... 那另外一個... 就是也延續到... 我剛才特別提到了... 民主防衛的機制... 他確實會面對到... 司法積極主義... 跟抗多數困境的問題... 舉例來講... 剛剛講... 499號解釋... 他是去宣告... 修憲的國代違憲... 修憲違憲... 這是多大的一個... 呃... 勇氣... 但是他還是必須要回到... 民主憲政守護的這個角色... 所以這第一個呼應... 第二個部分是... 剛剛... 黃國昌委員特別提到了... 就是... 審議實成的問題... 那確實... 大把關監督聯盟... 這邊的... 認為也是說... 是不是可以有更多元的... 參與... 或者是更多的資訊... 那... 這個部分我想... 也是... 呼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如果可以在... 呃... 時程上面... 能夠有更多的嚴謹... 或者是更多的一個... 多元意見參與... 那也許... 程序有更加的完備... 那第三個是... 剛剛正明中委員... 去提到說... 被大把關... 大把關提名人... 裡面有兩位... 曾經擔任過... 民進黨的仲裁人... 那其實... 有... 如果有仲裁經驗的人都知道... 被推薦為仲裁人... 一般公司推薦過仲裁人... 他不會是... 該公司員工嘛... 所以有仲裁經驗... 大概會知道說... 那個也不是黨資... 他們更不會是黨員... 那更... 更... 呃... 民進黨一樣... 這個是... 實務上的問題... 那... 仲裁的經驗上面就是說... 公司推薦的仲裁人... 他不等於... 該公司員工嘛... 所以... 這個部分... 曾經中委員的講法... 確實是有些問題的... 那第四個... 要... 呃... 呼應剛剛中嘉賓委員... 特別提到說... 交錯任期制度的一個問題... 這個確實是在2008年... 這個... 馬英九提名... 五席的大把關... 直接給他... 八年任期... 而不是去... 地補前面... 應該出缺的這個... 大把關任期... 所導致到現在... 變成一個錯亂的適用...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 確實應該透過修法的方式... 向後去生效... 也就是說... 你如何去修改... 司法院組織法... 當時的... 馬英九提名的時候... 司法院組織法的第五條... 是規定繼任制... 你應該要逮捕前面任期... 提門大把關任期... 結果你因為錯亂了... 你把它直接給他... 八年任期... 導致現在... 這個... 錯亂的情況... 這可能真的需要透過制度的解決... 修改... 司法院組織法的方式... 才有可能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也肯定剛剛葉律師... 特別提到說... 他... 也肯定了這個總統... 真的有提名的義務啦... 因為任期真的介製了... 但是如果說... 直接拒絕審查的話... 可能跟四字六三二號... 會有抵觸... 為什麼... 因為... 六三二號解釋... 當時在處理的是... 監察委員的這個... 他立法院直接說... 不審查... 那不審查... 大把關就講說... 這個是... 機關有這個... 忠誠的義務... 你必須還是得去審查... 但是你可以... 對裡面有意見... 你也可以決意不通過... 但是不能說... 我就拒絕審查... 這邊給你做一點補充... 謝謝... 謝謝... 黃律師... 謝謝各位學者專家... 綜合答覆的部分... 就進行到此... 本次公聽會... 非常感謝... 各位學者專家... 以及審查小組的委員... 發表意見... 各位在本次公聽會... 針對司法院大法官... 被提名人之資格審查... 所發表的精闢見解... 我相信... 對本院所有的委員... 在明天後天... 所舉行的全院委員... 對被提名人的資格... 進行審查... 以及本週四... 上午院會行使... 同意... 同意權投票... 都會有... 幫助... 本次會議... 的發言紀錄... 將依相關規定... 分送全體委員... 及與會學者專家... 並列入本院的公報紀錄... 作為歷史重要的見證... 再一次謝謝大家的力臨... 現在上會... Earlier... 應該會期待一下... 在公报... 一開始的部分... 隨便 rush發話會... OK! 走傳統...